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对局精简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 职业起手丁烈刘断 丁老师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盘棋局呢 是由韩国的深圳序 直白对战Master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盘棋 Master是直黑 双方都是新小木 一起挂脚 一起单关 然后现在Master就直接就点到这了 这个以目前来说 职业起手还无法去理解 对 他从来没有人下过 对因为确实Master的很多招法 其实很多职业起手在比赛当中 已经开始学习了 但这步棋还没有起手有勇气去尝试 对 因为实在不知道便宜在哪里 因为它的损我们看得很清楚 把白棋变厚了 B的弱点没了 B的弱点没了 对这是很清楚亏的地方 但是便宜在哪里 目前还未知 所以这步棋还搞不太清 但是Master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下了 已经很多次这么下了 对下过好几盘了 那他是不是也是有那种连贯的思路想跟这个配合呢 这个不知道 这个可能还有带大家去探索了 去研究 然后走这个 嗯 深圳系这个棋走的也是很大 这是一个定式 这是定式是吧 对 人家我知道的比较少 这是定式的一种 嗯 然后这时候黑棋是尖起来 对 这是定式 然后B 正常的定式呢 是黑棋在这长的 嗯 躺一个白棋并一个 嗯 然后黑棋就脱纤了 嗯 脱纤了大概这一方加一个 这是正常的一个定式的下法 嗯 实战Master 它在这贴 这部棋感觉很紧凑 嗯 嗯 从实战来看也很不错 这部棋 这个贴啊 贴的话白棋是要断的 这部断应该是局部的一个手机 Master 是不是很少 就是这种复杂的定式 它会完全按照定式下 它总会给你出变招 对 所以它已经颠覆了我们很多定式的变化了 对 他觉得你们人类研究这个定式啊 就是 包括人类 就是我们最著名的 围棋界最著名的定式 妖刀定式 包括大雪崩定式 它都不按定式下 这个确实也 给人类提出了新的课题 还要继续去研究定式的变化 是永无止境的 嗯 对 这样的话双方形成一个 一个转换 就白棋上方处理好了 黑棋右方 但整个来说好像 黑棋右边的形式的模样 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单看这个局部啊 其实我觉得白棋并不亏 黑棋这地方 虽然也不错 白棋处理的也很好 但是我从全局性来说 感觉像这样 总觉得黑棋是得分了 黑棋高更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黑棋这个定式下完 它可以配合左下的定式 它所有的子地位置 又全部配合得非常的完美 全部在高位 形成了一个两翼张开的模样 包括这个吗 这个可能远远的有一种感觉 但这颗子到底有多大作用 实在是看不清楚 但是包括这颗子 它所有的棋子全是连贯的 高位的 全在高位 所以单看局部定式 真不见得黑棋就一定便宜 这个子的位置怎么样 是不是 这个你看这个交换嘛 我单看这个是有点难看 但你这个也用处不大 你可能比我好点 但是这样的话明显黑棋好 对 但这个白棋稍微便宜一下 但是所以从局部来说 也不见得黑棋就一定便宜 但是总觉得黑棋的定式的选择 它是非常的 切合这个全局性 整个配置是得分的 对 因为现在它这个配置非常舒服 这个太爽了 其实就这么下的 它把白棋压得很扁 然后这边再跳一个 这是纤绍 真的都是高位的 对 因为我们会发现 有的时候MASTER的棋 它就是在捞实地 它的子所有的位置 都在三路一下 而这盘棋 它的子力的位置 全部是一个压制的形式 包括它的手脚 都是这么手的 对 如果说取实地的话 它一定会走在这 但这盘棋显然它认为 我这个模样非常广阔 走在这 有点难下 我觉得白棋 没有下什么太差的棋 但是 已经落入下方了 对 但是就到这个局面 有一种白棋 很难办的一种感觉 就是 那就是从布局的配合上 对棋的理解上 MASTER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黑棋现在两边 模样太大了 只要唯一一边 都是白棋没法接受的 白棋现在打这边 打这边还要照顾那边 那边都得打 这个模样真的太大了 对 白棋完全被压了三路 除了这个单关掉 还仰了一个小头 对 然后黑棋继续压 它的思路是非常流畅的 而且MASTER 是不是它一般 都是要争先手的 对 就是它 这里看它的判断 它觉得先手的价值 是最大的 它肯定会争先手 感觉它这个局部 都是先手 对 但是这个压 这个压 白棋不硬 白棋这个抢先手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这个虽然不硬 但这手棋的价值 是远远大于 普通的大厂 对 白棋是强撑了一手 因为它觉得再硬的话 黑棋这地方 随便再围一个 就没法下了 黑棋就太舒服了 很流畅 所以它也是想要去 逆转一下 这个行棋的步调 但是这个先手 抢的应该说 是比较的勉强 因为这地方 很难受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白棋 可能处理的 有点太 稍微重了一点 跳一个可能会好一点 事后看 感觉上 跳一个的话 如果黑棋再长的话 白棋不会沾 也许从这地方挂过来 这样棋形会下得 更加的灵活一些 更加生动一些 实战 这个下法总感觉 黑棋就一切劲在掌握了 这一飞 又是一个控制流 白棋 白棋这四个字是不是 有点重 我还要再去忙活什么的 它这个拐是为了 看中这个党先手 其实党就给你 黑棋就跟着印 我们会发现 白棋这地方 走一根拐过来 出来之后 它的眼型 其实并不丰富 对 但是黑棋这一步飞 正好也是限制住 白棋的眼位 然后这一步跳 又限制了 白棋这块棋的作眼 我们现在会发现 这块棋局部 也是做不活的 这块棋做不活 这块也不活 而且这两块棋离得 又比较的近 而且又连不上 已经进入到一个 我们常说的教科书般的 一个缠绕进攻的 一个态势 很难办 但是它又不能轻易地 去放弃任何一块 对 这是一个问题 你看它走这个 它这个其实它 就是给你一个分段的感觉 对 我分段 像缠绕进攻 为什么厉害 就是它的每一步 进攻的招法 它一招棋 威胁着你两块棋 那它的指效 一定是很高的 对 那这步棋 我供你这块 对你这也有影响 我一颗子当两颗子用 那你怎么下得过我 是 一定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地方 白棋的处理 可能有更加的 灵活一点的方法吧 实战这个效果并不好 主要还是Master 现在棋力已经比我们 人类高了一大截的感觉 特别是会计 会计的话 确实人类可能 没有办法想那么清楚 职业棋手跟业余棋手下的话 无论业余棋手怎么努力 也是一样的吊打 在现在职业棋手 有这种感觉 你说打比方 大家问跟Master的差距 在哪里 说不清楚 但感觉就像职业棋手 跟业余棋手在下棋 这白棋就有点 在兄弟打架 我觉得人类大战 如果真有第二季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 让两子试试了 这个得先看 职业棋手 能不能放下 这个自身的尊严再说 对 可以先慢棋先试试 先看看慢棋会怎么样 慢棋不是已经试过了吗 几天那种慢棋是吧 时间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 中间可以打挂 可以探讨研究 对 看Master的缠绕攻击 这个一定可以取得一定的攻击效果 就这个黑棋把这个子吃了 这个五路好大的感觉 这个紫效太高了 这个空 这就是黑棋通过缠绕攻击获得的利益 然后把这吃住我们一点目 虽然之前白棋一直在捞孔捞孔捞孔 但是现在一点目 发现白棋空不够了 黑棋通过后视 通过模样的转换 转换成实地之后 远远的高于你直接取实地的紫效 这是它的一个厉害之处 像这样的话 应该说黑棋已经非常的主动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这时候是不是白棋 现在已经不好再翻盘了 很难 白棋继续望于中后盘 对这块棋 黑棋 可能是黑棋得有失误才行 因为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这块 这整条边都是黑棋的 而且黑棋全部是在五路 把白棋全吃光了 这块空底 这块空底白棋全盘肯定还要多 是吧 已经是白棋全盘了 肯定比白棋全盘都要大不少 就是现在已经差距很大了 白棋寄续望于这几颗棋子 和黑棋这几颗 白棋看有没有可以缠绕的地方 这个白棋是有点勉强吗 它就是当先手 它其实也是在打浆 是打浆 先手有便宜 对 就脱鲜了 对 所以现在白棋就是要来给黑棋这一块 黑棋只要把这个处理好定型定好活了 这个白棋应该就不行了 那我们看Master最后是活成什么样子 这个其实已经先手过了 这个已经就是 我只要这两个不要了 我提都先手 它就可以脱鲜了 它确实也已经脱鲜了 它脱鲜飞上面了 已经开始来赶紧收关了 对 这个白棋控制肯定不够了 这个白棋差的有点多 就一点一点一点 黑棋一大片 这一点 这一大片比白棋所有好几点都加起来都大 对 效率主要是紫效 紫效才高 是 好 那丁老师你再给我们说一下这盘棋的精华之处 主要是在布局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Master他对于定式和定式之间的配合的认知 至少从这盘棋来说 比深圳许明显是要做的好的多 单看局部定式都是定式 但放到一块就感觉黑棋特别的流畅 就太连贯了 对 他都是取得后视 然后形成了一个两翼张开等你进来 你进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白棋两边都想破 都想破 然后黑棋只要一分段缠绕一进攻 白棋就完了 所以这盘棋的精华就是在布局 所以布局这个形式的判断 包括这个 就是子校这个Master的掌控 非常的到位 很流畅 非常的好下 好 那后面深圳许下的一些棋 也都已经跟正常的胜负无关了 对 那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